那我請教這個董老師 這是李克強對習近平全面開戰嗎 來不只疫情也騙人也說謊 難道中國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嗎 來這怎麼看呢董老師 我寧願會說他最近連續丟了兩顆 這個經濟跟社會發展上的核彈 他最近連續丟了兩顆 這個經濟跟社會發展上的核彈 他第一顆丟的核彈 其實就是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 沒有提出今年的GDP的 預計的那個增長目標嗎 這個是1994年 就是說中共他設置這個GDP增長目標以來 第一次提不出來這個數字 那我們都知道中共它是一個偏 就是說這種計畫經濟體制的這種政權 他其實沒有提這個GDP的目標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簡單的說 他就是放任各地方政府 你們去倒退吧 那當然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打臉習近平的 今年的兩大目標 就是經濟的增長保留的目標 這是一方面 沒有想到他前兩天 他又丟出一個更大的核彈 就是說他說現在有6億中國人 他的每個月的平均收入 中國現在多少 14億人口快一半 43%有43%的人口 一個月 每月的收入大概1000塊人民幣 我先解釋一下什麼叫貧困人口 簡單的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 每人每天的十一住行 花費不到這個兩塊錢美金 也就是60塊新台幣 這個叫做絕對貧困線 絕對貧困人口 這什麼意思 基本上就是吃不飽 穿不暖的那些人 那兩會之前這個中共還自己公布 說去年年底 等於是說這個中共的這個貧困人口 經過習近平的大力努力之後 已經只剩下551萬 可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可能有另外500萬人 會扳回貧窮 那麼加起來就1000萬了 那結果兩會的這個政府工作報告 一出來裡面有一句話 今年會達成全面脫貧的目標 這個意思就是說 不管中共你是用造假或怎麼樣 反正今年這個中國大陸會全部脫貧 可是李克強講的這句話 慘了現在在整個中國大陸的 這個網路社群上面 都在廣泛的討論 因為他竟然說中國有6億的人口 然後呢現在每個月只有這個 1000人民幣 只有新台幣4200多 那我剛剛說過 那個絕對貧困線是每個月 每天是60塊台幣的話 那乘以30是1800嘛 那什麼意思 原來這個中國大陸有近43%的人口 是近貧 習近貧 那個接近的近 然後貧困線的貧 就是說你是在這個貧困線上面 是在掙扎的 那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那這樣一講出來的話 就表示說今年習近平 他要講的第二個目標 也就是全面這個脫貧 也不可能了 那就表示說你的中國夢 第一個100年要完成 也破滅了 所以他會帶一連串的效應出來 其實李克強後面還講了一句話 他說現在需要擺攤子擺地攤來徵就業 所以總理下了一個命令 全中國的你可以去擺地攤了 不取地了 所以現在在中國各地 大家都要試試看 本來會趕啊 城管會趕啊 這個城管我就要講 就是說不知道他這個總理的這個命令 後面能不能下到地方上 因為過去20年來 在中國大陸的城市裡面 有一號人物是響噹噹的 叫做城市管理人員 簡稱城管比警察還要兇惡 專門對付這個擺地攤的 所以不知道他以後的日後要怎麼辦 但是中國大陸的普遍的這個評論 對李克強的評論 就是說這個以後 中共的政府要過緊日子 這是李克強自己說的嘛 那個預算都要收縮了 所以政府過緊日子人民要過苦日子 2020年是過去10年 中國最糟糕的一年 但是2020年會是未來10年 中國情況最好的一年 未來還有10年的苦日子要過 是的